离展览入口很远的地方有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 这是一位美国摄影师为伯爵夫人伊琳娜·尤苏波娃拍摄的照片 她看上去很迷人 脖子上挂着一串珍珠 伯爵夫人尤苏波娃是红颜祸舍 历史证据表明她和她的丈夫可能是试图杀死拉斯普京的密魔者之一 诱惑和谋杀未遂 错综复杂的丑闻和现代的隐秘活动 古代历史和当代趋势 这场名为珠宝于身体的展览于11月中旬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开幕 旨在展示珠宝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的多种角色 展览大约展出了300件展品 每一件都有自己复杂的历史 我们希望人们看到我们的收藏品 并了解更多展品背后的历史以后 会对珠宝有不同的看法 古埃及人喜爱黄金 他们认为这种闪亮的金属无所不能 它可以显示所有者的社会地位 拯救他们远离邪恶的灵魂 治愈疾病 这些展品层级都属于法老图特摩斯三世的一位妻子 他结过几次婚 其中有几位妻子不是埃及人 他试图通过这种联姻的方式 巩固埃及和较小邻国之间的关系 一妻三妾 这就是法老生活的一个侧面 展览让参观者们能够通过珠宝比较身份和权利 学习比金子更有价值的历史知识 维时聂娃 美国之音 纽约报道